每当他一觉醒来 脸上就会出现伤口 手臂上也有抓伤 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 自己的指牙很短 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 他现在怕得很 给卧室装上了监控 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 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 睡梦中 他下意识地把猫推开 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 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主人一脸疑惑 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 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 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 他的行为也很古怪 变得焦躁不安 愤怒的撕咬被子 这只猫到底怎么了 专家查看录像后猜测 猫咪应该是梦游了 他可能做了噩梦 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说明和他小时候 痛苦的经历有关 主人这台恍然大悟 说猫就是他捡来的 发现他的时候 看着马上就要死了 医生建议可以先给他吃药试试 还要给他更多的陪伴 让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晚上主人还用上了安神香薰 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 他听了一会儿就开始犯困 那他晚上还会咬主人吗 只见半夜小白又醒了 静止来到主人旁边 这次小白没有下嘴 他在主人旁边再次睡了起来 一直到天亮 小白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 看起来小白已经康复了 然而下面这只猫的情况 比小白更严重 然而接下来这只猫咪的行为 更加迷惑 这只猫每天往主人脸上撒尿 看到主人熟睡后 接着蹲在主人旁边 直接往脸上吃 关键猫咪有时候还上火 那味道简直了 主人很崩溃 为啥这只猫会有两副面孔 白天明明很微顺 为啥到了晚上就往自己脸上撒尿 还说这样撒尿已经一年了 主人尝试过很多方法 也打过他好多次 都无济于事 没办法 主人决定带头盔睡觉 因为实在不舒服 刚睡了一会儿就把头盔摘掉了 没一会儿 小白凑了上来 确认主人已经睡着后 深情地看着主人的脸 接着情不自禁地就往脸上撒尿 主人再次惊醒 对小白一阵数落 医生也被逗笑了 第一次见这种迷惑行为 医生表示 这可能是小白的一种沟通表达方式 一直撒尿是因为主人 一直没能理解自己的需求 那小白到底想给主人说什么 医生观察后说 因为主人家里宠物众多 小白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得很小 而且小白还患有社交恐惧症 所以经常会独自一人全说在角落 医生建议给小白单独做个新家 让他有个相对自由放松的生活环境 可以看到 小白对新家非常满意 就好像在说 主人你终于懂我了 好了我是月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